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M3月6号的详细更新内容 本次的更新里面虽然没有提到死神改版的消息 不过我相信再过不久韩国官方就会发布对应的资讯啦 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韩版这次的更新重点 第一个就是开发者姓韩 这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改善所有机器群商品的显示方式 尤其里面有许多机器群的商品资讯 它会在旁边直接出现一个百分比的图案 你可以点击它查看里面所有的虚宝获得机率 它的细腻程度就连欧灵痕迹里面的技能刷新机率哦 新建里面提到的第二个重点就是爱比诺盆利的大改版 里面新增的区域叫做硫磺地带 它这个地带是雅丁大陆目前最高规格的区域 怪物很强经验值非常高 官方出这个地图的用意也是希望玩家的目标不要只放在90级 而是可以往90级之后更高一个层级迈进 接下来我们讲到就是本次更新的第二个大重点 爱比诺盆利大翻新硫磺区域 这个地图是可以使用哈丁传送花费十转飞进来的 然后这次地图开放之后也新增了四个高强度的收集品 每一个都需要用2万个鬼火进行填满 然后再往下看这次为了进出爱比诺盆利的改版 出了对应的活动 15集以上击败100只爱比诺盆利的怪物就可以获得一个探索的宝箱 你一定可以开出对应的虚保物资 那这一次他官方并没有提到说 跟过去一样每一只怪都有机会掉宝箱 有点可惜 好那下面就是这个爱比诺盆利新增的变身卡池 有四张红卡跟四张蓝卡 有的方式在这边 既然爱比诺盆利改版他都推出对应的组合包 爱比诺成长支援包 每一个2000赚总共可以买8个 里面重点在于这个爱比诺代币 他代币你只要使用8个 就可以直接兑换4个爱比诺币有的变身卡盒 好接下来我们的第三个重点 讲到了本次的周末还有周间制作 这次推出的就是暗黑龙的圣物补给箱 他需要使用22个袋子 就是1500钻型制作 一个账号可以做12个 另外一个就是暗黑龙的特别礼包 他需要使用30个袋子 一个账号可以做8个 圣物补给箱里面推出了3个神秘的圣物抽卡包 期间所以这次终于把圣物的卡包 推到下一个境界了 保底率圣物包终于出来了 未来保底的最高级圣物卡包 也有可能会出现了 我们再等一会儿吧 以上就是本次的韩版重点更新内容 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掰补